我们现在用红萝卜鸡蛋做一个好吃的 洗净的萝卜切起身 把它吐去了 把它搓到破了 撒边腌 腌一会儿就出汁水费 再撒边 用筷子搅拌 这都可以 放到一表就腌一会儿 这红萝卜都腌好了 把这肥肥捏出来 再把它搓到破 里边搓了鸡蛋 加点葱花 加点胡椒粉 加点花椒粉 再加一点点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在里边加点棉粉 把这里边多少浇点水 把它浇上除绵糊 这都可以了 可以上锅锅了 装 咱开始锅 锅里抹点油 用筷子操作绵糊下锅 盖上盖子 烹过了两分钟 先来看看 翻翻面 搽双鸡胎 再炒两分钟 这个是鹽出锅比如说 只要放深足 好平夺ISAG 这就可以也出锅了 这红萝卜鸡蛋腸都炸好了 我先看看 小28币 我先看看 哈哈 嗯 好吃 红萝卜鸡蛋都是营养的 要秋天了多吃点的蔬菜 超吃